何的荣耀 伟大至高深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德神君王 掌管陌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耶稣基督 无罪羔羊 神明公义的奥秘 众生 图天 事都悬崖 数数他 何等配得 他大满 宝座的荣眉 唯有他掌权到永远 何的荣耀 伟大至高深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德神君王 掌管陌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何的荣耀 何的荣耀 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 大君王 唯言的荣酪 我主掌权直到永远 祝天万物歌唱赞美 何的荣耀 何的荣耀 打去我未言的若美 我主掌权直到永远 祝天万物歌唱赞美 何的荣耀 何的荣耀 为那只刚升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的神 祝我 掌握我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何的荣耀 为那只刚升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我神的神 是我的神 我神 哦 你是我的神 我神 到底没选择过关系 何的荣耀 是我神 词曲 李宗盛 她的心事 奇妙坚定 从甘固执到永远 她大难包座的容眉 唯有她掌权到永远 何的荣耀 伟大至高深 何的荣耀 是我神我神 何的神君王 掌管我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我神 耶稣基督 无罪羔羊 神明公益的奥秘 终身图 天使都悬崖 数数她和她陪得 她大难包座的容眉 唯有她掌权到永远 何的荣耀 伟大至高深 何的荣耀 是我神我神 何的神君王 掌管我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我神 是我神我神 大君王 唯言的容眉 我主张却 直到永远 祝天万物 歌唱赞美 何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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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君王 唯言的容眉 我主张却 直到永远 我主张却 直到永远 祝天万物 歌唱赞美 何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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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之高深 何德 是我神 我神的神 祝我 祝我生命 何德荣耀 是我神 何德荣耀 伟大之高深 何德荣耀 是我神 我神 祝我生命 祝我生命 何德荣耀 是我神 我神 是我神 我神 是我的神 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神 我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的荣耀 为大至高神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得神君王 掌管我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耶稣基督 无罪羔羊 神明公义的奥秘 众生 涂贴 事都悬崖 数数他 何等 陪得 他大难 宝座的荣眉 唯有他 掌权到永远 何的荣耀 为大至高神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大神君王 掌管我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是我神 我神 大君王 唯言的荣眉 我主张 却 迟到永远 我主张 却 迟到永远 祝天万物 歌唱 赞美 何的荣耀 何的荣耀 大君王 为大君王 唯言的荣耀 大君王 唯言的荣眉 大君王 唯言的荣眉 我主张 却 迟到永远 我主张 却 迟到永远 祝天万物 歌唱 赞美 祝天万物 歌唱 赞美 何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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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志刚 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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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神 我神的神 祝我 召唤我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何的荣耀 为大至高神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我神 祝你是大神 我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 我神 是我神 我神 是我神 我神 我神 你是我的神 荣耀 爱中 合一的意象里面 所以在今天的新春崇拜里面呢 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赫年的礼物 想要透过这个礼物来祝福灵良大家庭的每一位新春快乐 那是什么样的赫年礼物啊 就像大家今天在这边看到我们要来制作一个创意水果礼盒 这个规则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一人有一盘水果 所以我们要轮流的呢拿这边的一个水果 然后想出一句跟水果有关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家人们 然后放进这个礼盒的里面 哎呦好有挑战性啊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哎 这个没错 然后没错 比如说呢这里有一颗苹果 苹果 我要来想一句祝福的话送给大家 我想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死了 哇 苹果 平安 平安 那接下来我要用葡萄 桃 很难了吧 祝福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 桃神喜悦 接下来呢我想要用这个草莓 祝福每一位家人们 在生活跟生命的全方位都 very good 这个意思 没火龙果就不荣耀 对 我觉得那个创意团队想要整你 真的吗 对 火龙 火龙 哎我有了 祝福你新的一年号主 活出荣耀 你太夸张了啦 好那接下来呢 我要来祝福工作的部分 我要用这颗橘子 祝福每一位在职场都经历从上头来的大吉大利 这个大吉大利就没有什么挑战了 感觉出来 我要拿莲物 莲物 我觉得你的水果都比较难耶 莲物 祝福你在新的一年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满满恩典连连不绝 我来用这个蜜枣好了 你看蜜枣中的大颗 用这个蜜枣要来祝福所有家人们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清净甜甜蜜蜜 哇甜甜蜜蜜那我这边只剩下香蕉了来香蕉香蕉这个容易了香蕉很容易对啊因为有香啊 愿你活出在新的一年活出基督新香之气成为这世界的甘甜 哇 好最后呢我们最后的一个水果是樱桃 我们来祝福林良大家庭坚定的相信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领受到这个祝福 你看每一种水果都是独特的风味独特营养价值也很不一样 每一个创造都显出了神的荣耀 我想家人们也可以尝试做一个属于你的创意果核 送给你的家人跟朋友来表达你对他们的祝福 好了不错吧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一同 至深荣耀爱中合一 亲爱的林良家人们主日平安新年快乐 今天的新春崇拜我们一同在线上聚集 首先我们要来欢迎我们当中所有的新朋友们 如果您是加入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欢迎您留言5430我是新人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你 并且您也可以透过小编给的连结留下您的资讯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您哦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透过财物来尊荣耶和华 您可以透过官网或者是画面上的QR Code 又或者是小编给的连结来进行线上奉献 当然您也可以在下周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 将您的奉献带到教会来投入奉献箱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关心本周的林良消息 再来的2月14日星期三香博崇拜将会暂停聚会一次 那么农历春节呢宣教大楼4楼的祷告店也是暂停开放的 2月15星期四就会陆续恢复各样的聚会哦 2月17日星期六周六的联合崇拜 因为遇到补班补课日所以改在晚间7点开始 其他更多春节期间聚会的异动 请上教会官网最新消息查询 感谢神在我们的官网上有一个新春祝福堡的新网页 这里的内容有先知性的祝福 每日祷告文每日祝福话语 还有精选的推荐图书电影桌游敬拜专辑等等 欢迎大家到教会的官网点阅浏览 临收祝福与家人们欢聚新年 周间遇见神迎会配合全教会21天为国禁食祷告 顺延至4月9日以及4月16日在宣教大楼4楼举行 本帝次仍已年满18岁且稳定参加本堂牧区小组 主重聚会的弟兄姐妹为优先参加对象 限额100名 请把握全年唯一周间的梯次 请洽牧区或福音中心的干事报名及缴费 报名至3月12日截止 门徒装备中心实体影音课程主日目道班 2月18日起连续5个主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半 在宣教大楼701教室举行 透过耶稣是谁 新生传奇 天下第一书 做个自由人 蒙福的记号等主题的影音课程 以及课程导师现场的Q&A 小组分享回馈来帮助新朋友和弟兄姐妹们扎根信仰的真理 家庭侍奉处春季婚前辅导 3月10日到5月5日主日下午2点到5点上课 在8周精心时刻中深入各种婚姻情感议题 帮助情侣们确认彼此是否合适 也预备建立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 线上报名到2月21日而满截止 交往满8个月了吗 现在就找牧者推荐你们报名吧 详见家庭侍奉处网页或教会分机8221 您晓得基督徒也圣中追远吗 祭祖是否成为您家人信主的拦主呢 客家团契在2月25日下午3点半到5点半 在宣教大楼的大堂 举办台北灵粮堂客家团契的圣中追远到永远 本次聚会将会教导尊神禁祖的圣经依据 并且现场来实作基督徒追思三礼 欢迎您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客家团契 了解基督徒追念祖先的方式 这是本年度唯一一场基督徒祭祖礼仪的教学 千万不要错过哟 今年第一届敬礼3月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宣教大楼大堂举行 受洗申请表格 请至服务台索取或者可以在官网的最新消息来下载 欢迎客幕受洗成为神儿女的弟兄姐妹 永远的报名 请在2月23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以前完成约谈及报名 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尊荣耶和华 所在线上的灵粮家人们平安 无论或资或神或天使指振掌圈 现在或将来或高处低处 任何手造物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无论或死或生活 天使指针掌权 现在或将来我高处低处 任何手造物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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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的爱情 刻在我心灑上 众水不能熄灭 还不能淹没 祝你的爱情 坚强胜过死亡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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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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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終將瘡狂演出來 是靠著我心所愛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終將瘡狂演出來 是靠著我心所愛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終將瘡狂演出來 是靠著我心所愛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終將瘡狂演出來 你愛最高 你愛最寬廣 你愛最深 你愛不知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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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或死或生或天使 只成长圈现在或将来 我高处低处任何手造物 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无论或死或生或天使 只成长圈现在或将来 我高处低处任何手造物 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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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抹ュ中心的爱情 克在我心盘上 终水不能失灭 还不能淹没 祝你的爱情 祝你的爱情 喔喔喔喔 堅強身過死我 喔喔喔喔 都不能將我與你 愛隔絕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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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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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我終將衝繞也出來 你愛最高 你愛最寬廣 你愛最深 你愛不至極 你愛最高 你愛最寬廣 你愛最深 你愛不至極 你愛最高 你愛最寬廣 你愛最深 你愛不至極 你愛最高 你愛最寬廣 你爱这生命爱不知己 无论或死或生活 天使指正强圈 现在或将来 高处低处 任何手造物都不能将我 与你爱隔绝 无论或死或生活 天使指正强圈 现在或将来 高处低处 任何手造物都不能将来 还将我与你爱隔绝 You're strong love You're strong love It's your strong love You're strong love It's your strong love It's your strong love 祢的爱是如此的丰盛 祢的爱是如此的丰盛 祢要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来宣告 祢我们要依靠祢 不再依靠自己 我不敢相信 是如此丰盛 我在祢爱里 不再依靠自己 我凭着信心 领受丰盛应许 深爱我的新世界也无法躲去 你的释迦 就是美好证据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你的释迦 就是美好证据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不管你在哪里 让我们一起来拍手 白色的美神 充满我的心情 你的释远 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 是如此丰盛 我在祢爱里 不再依靠自己 我凭着信心 领受丰盛应许 深爱我的新世界也无法躲去 这宣告 你的释迦 就是美好证据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你的释迦 就是美好证据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你对我来自助 住在你爱里 我得以完全 因你的真理 我坦然无惧 祝你的话语 使我灵苏醒 请到我自己 与你更靠近 住在你爱里 我得以完全 因你的真理 我坦然无惧 祝你的话语 使我零苏醒 请到我自己 靠近你的世界 就是美好争取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你的世界 就是美好争取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Yes! 充满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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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世界 就是美好争取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你的世界 就是美好争取自由的灵 充满我的生命 主啊 现在我们要说各多各多的来充满我们 在新的意义我们祷告 神啊 你充满我的生命 充满我的家庭 主啊 现在我们设立的每一个目标都说主 求你来充满 主啊 我们都交通在你的里面 主啊 因为 主啊 我们唯一 最需要 最需要得到的 主啊 就是主你自己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 我们将这些的掌声 主啊 这些的祷告 这些的赞美 这些的敬拜 都交在你的面前 主啊 使得我们继续 要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 主啊 来敬拜 来向你来敞开 主啊 天哪 spend 主啊 赞美你 主啊 我们是输天子民 我们是属天子民 赴下梦爱的百姓 在他荣耀中呈叙 慈爱双手扶持我 在应许中建立 活出护照和命定 我们是数天子你 抚什么爱的百姓 在他荣耀中诚信 慈爱双手扶持我 在应许中建立 活出护照和命定 我要炫耀你作为 我要纪念你成就的一切 从起初到见你变 你是心事 心事到永远 天赋的心属我 从开始到最后 他爱不停地追求 他恩赐离人惊奇 盼望又知己 他永远都不放弃 我要炫耀你作为 我要纪念你成就的一切 从起初到见你变 你是心事 心事到永远 你是心事 心事到永远 我要炫耀你作为 我要纪念你成就的一切 从起初到见你成就的一切 从起初到见你变 你是心事 心事到永远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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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送客戀 不会有一天 你 forces銀數ada 不会有一天 你不在我身边 不会有一天 你在我身边 不会有一天 你离我遏远 不会有一天 你并非遏远 你爱太真实 我一生年日 我要敬拜你 不会有一天 你不在我身边 不会有一天 你离我遥远 我一生年日 你爱太真实 我一生年日 我要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 一生年日 我要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 不停止在你 不停止敬拜 因为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无非离开我 我赞美 我被你的爱充满 你与我同在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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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一天 你不在我身边 不会有一天 你离我遥远 我一生年日 你的爱太真实 我爱我 你不在我身边 我爱你 你也要敬拜你 来我本 我要宣扬你作为 我要纪念你成就的一切 从起初到千里面 你是信誓 信誓到永远 主要我们可以宣扬 我们可以赞美 是因为你的恩典每一天都在我们身上 没有一天你不在我们的身边 没有一天你的恩典不够我们用 主要因此我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来跟随你 主要你的恩典倾倒在敬拜你的儿女身上 跟随你的儿女身上 牙伤的芦苇你不折断 江蚕的灯火你不吹熄 耶稣 牙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江蚕的芦苇他不吹熄 神明栖息向我吹起 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 我的盼望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光 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 你是我盼望 如星宿的光 我牵引我 千方路有指望 千方路有指望 牙伤的微 它不折断 江蚕的灯火 它不吹熄 他不吹熄 神明栖息向我吹起 你同在 永远都不曾离开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过 指引我的脑路有力量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过 牵引我 前方路有指望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过 指引我的脑路有力量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过 牵引我的脑路有指望 离病和双手 你为我生命 得胜的盼望 都来自于你 日月和星辰 在你手里 抹起心 抹生命 都属于你 你一定很双手 你为我生命 合身的盼望 都来自于你 日月和星辰 在你手里 在你手里 我清醒 我生命 都属于你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过 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 你是我盼望 如晨曦的过 请我 借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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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时开口 来祷告祭 说在心内念当中 主要你的恩典更多 与我们同行 主要也求你的话 你的明白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主要让我每一天都可以知道 你的恩典与我同行 你一定很双手 你为我生命 得胜的盼望 都来自于你 日月和星辰 在你手里 我清醒 我生命 都属于你 我清醒 我清醒 我生命 都属于你 再宣告我清醒 我清醒 我生命 都属于你 耶稣 耶稣 弟兄姐妹平安 新春快乐 在新的这一年当中 我不知道你对神有没有一个期待 今年整个教会的意象是至身荣耀 爱中合一 其实要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合一当中 我们需要活在神的爱的里面 可是我们今年所取的这个主题叫做至身荣耀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已经生在荣耀的里面 可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 我们生在荣耀却不明白我们在荣耀呢 我们再次回头来看我们的主题的经文 约安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 耶稣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耶稣说 父神所赐给耶稣的荣耀 耶稣已经赐给我们了 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置身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里面 我们却不明白 没有察觉到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 让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 认知到我们已经置身荣耀的 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答案就是 我们活在自己的荣耀的里面 又或者是说 你置身在你自己的荣耀 那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自以为意 就是自意的里面 当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荣耀的里面 我们很难经历很难认出 其实我们在的是一个更大的荣耀 更深的一个爱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主要来看的几处的经文 这个经文你一定很熟悉 在路加福音第15章 其实是浪子比喻里面 当大儿子回来 听见到这个作乐跳舞的声音 声音上怎么说 路加福音第15章25节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召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造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当你这儿子和娼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其实当父亲最后跟他的儿子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换句话说 父亲在说的是 儿啊 你拥有我的同在啊 而且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意思是说 你活在一个完全的供应的里面 你拥有完全的我的同在 可是对大儿子来说 他一点都不察觉到 他一点对大儿子来说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 他其实是活在父的一个同在 跟父的一个供应的里面 又或者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荣耀当中 他根本不觉得自己 任何的有任何的荣耀 反而他引以为傲的是什么 你发现他引以为傲的是什么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我这么顺服 我这么摆上 我这么牺牲 我这么奉献 换句话说 你会发现他在夸耀的 他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 其实是他的行为表现他的付出 他觉得他比弟弟好 他觉得他比弟弟配得 所以当弟弟无灾无病来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接受 甚至拒绝回家 甚至要父亲出来 尝试要来挽回他 所以父亲对他说 我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其实原文是 你一直以来都与我同在 你一直以来都有我的同在 而且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其实我们知道 当小儿子来问父亲 要分家业的时候 圣经上说 他分给他们两个人 不是只有弟弟分道而已 那个产业在分产业的过程当中 父亲 其实也分给哥哥 你仔细看那个经文 其实父亲是有分给哥哥的 而且 照着犹太人的文化 哥哥 长子 是得双倍的 意思是说 弟弟只拿了三分之一 哥哥拿了三分之二 可是在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丰盛的里面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的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荣耀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父的同在 其实是最大的价值感 安全感跟满足感的来源 以至于当弟弟回来的时候你发现 论断弟弟批评弟弟的 拒绝回家的是谁 是哥哥耶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到 其实他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 是抓住的是什么 是他个人的荣耀 是他自以为义的行为 表现 牺牲跟摆上 是他的尊行 是他的某种程度 照着父亲所吩咐的 是他在这么多年当中 他觉得他的价值 他的荣耀 其实是来自于他遵行父所吩咐的 他都没有违背过父的命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就发现 他其实没有办法接受 弟弟回家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一个在外面放荡 他觉得他是不配的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一个自以为义的人 当我们开始活在自己的荣耀的里面 其实我们会不小心 成为一个批评论断 数落他人的人 当圣经说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 一个自以为义的人 他总是在别人的身上 看到他们的缺点 看到他们的不完全 他因应为傲的是他的行为 所以你看到 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第14节 那边耶稣说 耶稣向着那仗着自己是义人的 藐视别人的 你发现他只要一个人自己以为是义人 那这根重点不是说 我们不是义人 因为我们是因性称义 他说他是仗着自己是义人 所以意思是说 他引以为傲的是自义 所以他又可以在那边说 耶稣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说 我要告诉你 这边说自以为义 他就是藐视别人的 他设了一个比喻说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塞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义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 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直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 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 自卑的 必升为高 你发现这个法利塞人 来到神的面前 他的祷告是什么 他的祷告是在数算 他自以为义 因以为傲的行为表现 他觉得靠着这些 他可以讨神喜悦 他觉得他在神的面前 比那些做不到的人 更有资格 来藐视这些做不到的人 也或者这样讲 因为他认为他做到了 他开始藐视 那些做不到的人 所以他这边说什么 他说我不像那些人一样 六者妹 当我们听到 我们周围的一些的人 不管是软弱跌倒 我不知道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很多的时候 透过我们所说的 一不小心 我们的批评论断 我们觉得说 他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怎么会在这样的罪中打转 沉沦 又或者是当我们听到 一些不认识神的人 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在他们一些的判断的里面 做出让我们觉得 不可思议的行为跟举止 或者是犯一些的过犯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 真的比较像法利塞人 又或者是大儿子一样 你发现我们里面 没有太多的连续怜悯的心 我们觉得 真的这些人真的很糟糕 这些人都是罪人中的罪魁 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 或者是说怎么这么败坏 可是却不知道 却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也都是跟他们一样 我们经历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引以为傲的 其实我们抓住的 其实是我们的义 我们抓住的是我们个人的荣耀 以至于我们很难察觉 其实有一个更深更大更广的荣耀 是借着主耶稣赐给我们的 所以耶稣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 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不是那个荣耀 我们觉得那个荣耀不够啊 让我告诉你我为你做的多多 我不像那些人勒索不易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然后我们开始说我一个礼拜祷告多久 禁食多少次 甚至我有守十一 你就发现这些慢慢成为我们看自己的眼光 一个活在自以为意的人 你会发现他看别人的眼光 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 是一个藐视别人的眼光 就像大儿子一样 看着他回家的浪子 看着他回家的弟弟 他觉得凭什么 凭什么 你过了一个放荡的人生还可以回家 意思是说你不应该可以回来 你凭什么可以跟我平起平坐 你凭什么 可以拥有我所拥有的身份跟地位 因为我是努力过来的 我没有犯错 我服侍父亲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他的命 东姐妹我要说的是这个可怕的一个自以为意 又或者是当我们紧紧抓住到的是 当我们意识到的是我自身的荣耀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看人的眼光都改变了 怎么可能会在爱中合一呢 我们是在 在骄傲当中 在自以的里面 数落 论断 跟批评 同姐妹当我们任何时刻 在批评论断的时候 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 其实 我们很多的时候已经在自以的里面 而且这个自以为意 又或者是当我们置身在我们自己的荣耀的里面 它不只是影响我们怎么看别人 它也影响我们怎么看自己 所以你就发现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就觉得 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看别人怎么样 都比自己差 我们自己多优秀 我们专注到的都是我做得到的事 我们拿出来夸口的 都是 嘿 你看我做了这么多 你看我这么认真的服侍 你看我这样办聚会 你看我这样的尾声 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真的 这些非常好的属灵的操练 也都成为我们觉得良好的自我形象 说真的 我们的问题是 不管你的自我形象很好 或者是很差 它只要是建立在你的自我上面 它都不是你真正的形象 你的良好也是因为你认为你做到的一些事 你的很差也是因为你在做一些事上中 你觉得你比不过他人 可是我们唯一的形象不是来自于自我 我们唯一有的形象是来自于神的荣耀 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 按着他的样式所造的 即便在我们堕落之后 当我们被耶稣救赎 我们拥有的是神儿子的形象 是耶稣的样式啊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有的 看自己的眼光 我们看见到的是什么 是基督复辟在我们身上 是神的义 当你看见到神的义 你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都是神 那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 或者比别人多做一点什么 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 因为那是神的义 因相信主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接下来要看另外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非常非常有趣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 这里讲到耶稣去到一个法利塞人家做客 所以第三十六节这样说 有一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到法利塞人家里去做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里做席 就拿着成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清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断的不错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一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几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尽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我们看见到在这个故事的里面 耶稣去到一个法利塞人家做客 那这个法利塞人 其实是渴望跟耶稣有连结 有互动有关系的 所以耶稣去到法利塞人家去做席 可是就在做席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女人 有一个圣教说她是个罪人 那其实在圣圣里面 当他讲到一个女人是罪人的时候 其实讲到她的身份 是一个妓女 换句话说她是活在一个被众人唾弃 特别是法利塞人他们藐视唾弃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样的一个位阶 可是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做席的时候 他拿着这个香膏的玉瓶 然后呢挨着 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用他的头发为耶稣的脚擦干 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然后打破那个香膏 把香膏为耶稣抹上 换句话说 你会发现 对于耶稣来到法利塞人家 这位法利塞人家来做客这一件事 这个法利塞人你发现他的接待是什么 是我今天邀请你 已经是给你一个最大的一个尊荣 你今天有幸来到我家做客 已经非常的了不起 可是你发现这个罪人 这个有罪的女人 他对耶稣的一个接待也好 款待也好 又或者是对耶稣在爱的里面 一个回应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法利塞人看见就是 他其实知道这个女人 其实是一个妓女 所以他心里面想着说 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哪是个罪人 他如果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绝对不会让她来这样做这些事情 他一定会把她赶出去的 就像是西门这位法利塞人会做的事 那你知道很有趣 心理上说他心里想 可是耶稣就直接对他说 而且他心里想的方式是什么 他如果是先知 那你就知道 耶稣可以回答他心里想的问题 所以耶稣到底是不是先知 当然是啊 所以耶稣就对他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然后西门就说 你说 那耶稣说 就讲了一个比喻 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两 然后两个人都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请问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 那西门就回答他说 我想是多得恩免的那人 那耶稣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 其实他在谈到的 是不是我们有一些人 在我们的过犯当中 是欠五十两 有一些人在我们的过犯的里面 是欠五两 因此当我们 被豁免我们的债务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所以是不是在最终 你可以说这个有罪的妇人 这个有罪的女人 或者是她是一个妓女 她就是那个五十两 那这个法利塞人西门 她就是那个五两 可是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觉得 特别是在自以为义的里面 又或者是我们可能 跟一些其他的人比较起来 你会觉得真的 我们好像比他们好 我们比他们圣洁 或者是他们所做的事 我们不会做 或者是我们没有做过 可是我们却忘记了 保罗告诉我们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 可是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分大小罪 我们把罪分的不同的等级啊 可是你需要了解一件事 现在不是我们所犯的罪 所以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意思是说 神圣洁的标准叫做 他的荣耀 当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 你不是亏缺了多少 你亏缺了5% 或者是亏缺了90% 你缺1% 一% 你都亏缺 意思是说 你完全miss the mark 意思是说 你完全没有达到标准 所以没有相比的意思是说 当你犯一个罪跟你犯100万个罪 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在我们的自义的里面 我们觉得怎么会是一样 那些坐监犯客的 我怎么会跟他一样 那个杀人犯我的 我怎么会跟他一样 这是我们不了解罪 我们不了解神的圣洁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的眼光在做判断 在神的救赎的里面 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 这边不是讲某一些人的罪 像是五十两银子一样 某一些人像五两银子 他在讲的是什么 某一些人认为他是五十两银子的罪 某一些人认为他是五两银子的罪 那那个差别是什么 那个差别是来自于他置身在自义的荣耀的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法利赛人 他陷入到一种危机的里面 那个危机是什么 他们看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救恩的需要 比其他人少那么多 又或者是他们其实需要耶稣的拯救 他们需要 可是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帮助 你知道神来不是要给我们一点点的帮助 或者是你认为你软弱的地方需要帮助而已 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是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 每一个人都亏缺 不管你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又或者是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过去犯过多少的罪 你认为多的或者是你认为少的 我们需要一样的救赎 一样的救恩 一样的福音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我们自己 回到神的那个荣耀的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自以为意 靠我们的行为回到 那一个荣耀的里面 我们只有一个方式 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所以当西门说 他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断的没有错 于是转过来向那女人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谁洗脚 换句话说 这最基本的一个款待 对待客人的方式 你都没有做到 但是这女人用她的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这也是应该 对于接待一个朋友 应该有的一个回应 你连这个也没有做 但是这个女人 从我进来的时候 不住的用她的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是这女人用香膏 而且是珍贵的香膏 来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得到赦免 因为她的爱多 又或者是说 因为她感受到她许多的罪 得到赦免 所以她对我的一个爱的表达 是挥霍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置身在荣耀 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 你如果没有感受到你的罪 经历到她挥霍的爱的设罪 经历她挥霍的爱的疼惜 你永远不会知道怎么样来爱她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少 我们的敬拜是肤浅的 好像是很外在的 很情绪性的 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明白 我们是怎么样被拯救的 我们可以唱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最近的赦免 且我世上经被寻规 瞎眼得以看见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唱 可是我们真的不觉得 我过去是失丧的 没有那么失丧的 至少没有像那些人那么失丧 他们很需要被拯救 我只是需要被帮助 我还好 东子妹如果我们停留在我还好 你就发现其实我们是置身在 我们自意的荣耀里面 在我们的自意的荣耀当中 你就发现 你看自己 你觉得你有做对很多事 你看别人 你就会不小心先遇到论断 批评跟藐视的理念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爱中合一 第一个是我们需要 把我们内心深处的 那个自意的荣耀拆毁啊 我们看不见我们里面的需要 其实耶稣在对这个法利塞人西门说 其实你的光景跟这个有罪的女人是一样的 差别是他认出来他的需要 他看见了他真实的光景 可是你看不见 你被你的自意蒙蔽了 你被你认为你做得到的行为蒙蔽了 以至于你觉得我的同在 你就发现 你有没有看到西门 法利塞人西门把耶稣的同在当作是 不只是理所当然 甚至他觉得他的同在 他跟耶稣一起吃饭是给耶稣面子 他跟耶稣一起吃饭 或者是让耶稣来到他的家 是给耶稣恩典 可是这个女人 坦白讲 她知道她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都是耶稣的恩典啊 都是耶稣的恩典啊 你就看见到 法利塞人西门 就像是大儿子一样 她引以为傲的 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一句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察觉到的是 他耶稣的同在有何等的宝贵 他抓住的是他一切所有的行为 却没有抓住的是耶稣 是要带给他丰盛的恩典 赦罪的恩典 所以这个 有罪的女人经历到的是什么 罪得赦怜 可是法利塞人西门 却没有办法经历 罪得赦怜 为什么 因为他活在自己的 自义荣耀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要置身荣耀 我们已经活在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的里面 但是我们很常 一不小心 又回到大儿子的自义 或者是法利塞人的自义的里面 又或者是 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当我们信主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像浪子回家 对不对 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有多败坏 我们知道耶稣 如何的拯救我们 我们很的不配 可是问题是 我们常常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 也慢慢我们的生活 开始做对的选择 我们也开始服侍 我们也开始奉献 我们也结出一些 非常美好的生命的果子 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信主 我怎样讲 我们怎么样能够 回到家之后 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 却仍然感谢的是 我们可以拥有福的同在 还有福丰盛的供应我们一切 就像爸爸对他说 儿啊你常与我同在 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啊 可是我们常觉得 现在 我有的是我信主之后的生命改变 我信主之后 所累积的这些行为的改变 慢慢的这些开始取代 我一开始回到家里面 我没有任何可夸的 我没有任何行为的改变可夸 我单纯的拥抱他的荣耀 我不配穿上这个儿子的外袍 我也不配戴上这个儿子的戒指 但是他白白穿上儿子的鞋子 但他白白的为我穿上 为我戴上 为我披上 可是怎么穿了一段时间 我开始觉得是我赚取的 是我配的 是因为我做对了很多事 我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 却忘记了从头到尾一直以来 从头到尾其实都是白白的 其实这是为什么我真的非常喜欢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第十三节到十六节 他这样讲 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五慢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富的 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 写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同姐妹其实我们知道 保罗在信主之前 他是法利塞人 而且甚至 他说我是法利塞人中的法利塞人 如果谈敬虔 如果谈行为道德跟标准 过去他是以他的行为为傲的 可是你会发现当他遇见主之后 他唯一可夸的是什么 是主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他说什么 基督耶稣降世为人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而且他说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不是说他持续继续犯大罪 或者是他活在罪的软弱当中 他在说的是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意思是说 他说我就是那欠五十两的 我以前在逼迫教会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为义去逼迫那些人 为了神的义 我以为我是站在神的义当中 去做这些事 却发现我从一开始 就是亵渎神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我可以靠着 我的行为成义 可以靠着我的表现成义 当保罗在这里 其实这里不是 他不是刚信主啊 他也不是还没有服侍神 或者是参与在使徒的团队当中 或者是去建立照会 其实当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其实是在他离世之前 一年的时候他这样写的 意思是说他已经为主做过这么多东西 可是他仍然活在那个福音的大能的里面 他没有忘记 在他一塌糊涂 完全在他认为他在为神效力 却其实在逼迫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 他整个的态度是五慢人的 他经历了神的怜悯 不是他找到耶稣 是耶稣在保罗要去 保罗要往大马色的路上 遇见了保罗 找到了保罗 拯救了保罗 翻转了保罗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耶稣基督将士 为要拯救罪人 而我就是他拯救的那个罪人 而且我需要的拯救不是五两的拯救 是五十两 甚至是五百两 甚至是五千两的拯救 你会发现他活在对于神的一个怜悯的感谢的里面 这是为什么他的生命可以带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境前 一种敬拜的人生 一种活在神的爱的里面 在爱的里面 回应神的呼召的人生 那个关键是什么 宗子里面那个关键是 我们已经脱去了 我们自已的荣耀 进入到他福音大能的拯救的里面 你就突然发现 我现在所有的荣耀 不是我配得 不是我的行为 不是我的能力 不是我的道德 甚至不是我的纪律 所带给我配得的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没有忘记 耶稣是如何拯救他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知道自己有罪 他知道自己是欠五十两 所以当他经历到那个赦罪的恩典的时候 知道那个恩典对他来讲有多浩大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也说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的 至身荣耀 你要察觉到主在你身上的恩是丰盛的 怎么察觉 从看见到 哇 我不是欠五两 我是欠五十两 我不是只是一般的罪人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即便我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是牧师的孩子 甚至 好像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属灵的家 教会 可是我发现 其实我的骨子里 我的心 比很多人都还要诡诈 我的思想 我里面内心的一些的动机 我的老我 我的脾气 很多好像外面我不敢做出来 可是内心深处的那种诡诈 没有错 我也是罪人中的罪魁 经历耶稣宝贵释迦的拯救 兄姐妹在美国gateway教会 Robert Moore是牧师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慷慨 给予的人 她曾经把她的车子 很多台车子 在不同的季节当中 当神感动她 就把车子送出去 甚至也曾经把她的房子 白白的送给别人 当耶稣感动 当神感动她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 当她分享完信息的时候 就在有一位邀请她去分享的牧者 接待Robert牧师 跟他的师母一起吃饭用餐 然后 那位牧师就问了Robert师母说 当你先生 Robert牧师每一次 在神的感动当中 很慷慨的把这些东西给出去 作为太太的你 作为师母的你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师母就笑着说 你其实真的想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这么敢给 这么舍得给 他说其实答案是 你不知道Robert牧师过去 在耶稣拯救之前 他的人生 他的生命有多败坏 他经历耶稣 完全翻转他的人生 他过去是在成瘾在毒品当中 他很多的 以前那个时候的朋友 甚至是都是因为吸毒过量 后来死去 他知道他是怎么样 从世上当中被拯救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 那么慷慨的给予吗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耶稣如何拯救他 用这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拯救 都像是浪子回家一样 其实在完全的破碎当中 没有任何可夸的 他为我们穿上了儿子的外套 戴上儿子全柄的戒指 穿上儿子的鞋子 可是我们的问题是 我穿久了之后 我的记忆 开始遗忘过去 我是多么败坏 我开始遗忘 我过去像是罪魁一样 我慢慢拥有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自我形象 可是那个自我形象 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荣耀 身份上面 那个自我形象 是像法利塞人一样 你看 我不像这些人一样 你看 我做了什么 我禁食多少次 我祷告多久 慢慢的这些成为 我们所穿戴的 自义的身份跟荣耀 用人们允许我这样说 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 是非常非常需要 我们需要读尽 而且是大量的读尽 我们也需要灵修 与神亲近 这都是我们应该 要回应的 亲近神 可是不是为了自义 不是为了让这些东西 成为我们自义的荣耀 不是让这些成为我们身份感 价值感 跟安全感的来源 因为只有他的荣耀 是我们身份感 安全感 价值感的来源 所以弟兄姐妹 我真的要邀请你 特别是在 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家人 家族在一起 就发现很多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如果你里面开始 会有一些的声音 不管是论断 批评 甚至是藐视 兄姐妹很多的时候 我们已经活在自以为一的荣耀当中 我要说的是 这个爱中合一 不只是跟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合一 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个爱 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爱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我们 去爱一些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跟我们价值观不一样 还没有机会 听见这个福音 认识这个福音 接受福音的我们的亲朋好友 求生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 我要邀请你 我们每一个人 都曾经像浪子一样 不要忘记 耶稣是怎么样奇妙的拯救我们 他所赦免我们的过犯 不是只是无量而已 他赦免我们的过犯 是超过你我认知可以想象的 当你开始明白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在我们身上的恩 就像保罗说的是何等的丰盛 我是置身在神的荣耀当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他重价买书回来的 所以求生帮助我们 像是Robert Moore 牧师一样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忘记 耶稣如何奇妙地拯救他 因为他没有忘记 所以他就像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故事里面 那个有罪的女人 他把贵重的香膏 打破献上 为什么 因为耶稣配得 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牺牲 他配得我全所有 因为他豁免 给予我丰盛的恩典 他配得我全所有 因为我想到我过去是怎么样的失丧 他来把我寻回 他配得我的一生来敬拜他 弟兄姐妹 当我们每一次的敬拜 我要邀请你 你来回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拯救 你来回想耶稣基督 你要回想在这份爱临到你之前 我们都是偏行几路啊 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牧羊人 把我们一路扛回家 连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 都是他的恩典 弟兄姐妹 我真的有一个感动 就是让我们从整个的过年 你默想 耶稣是如何拯救你的生命 然后让这个带你进入到一个更深 对神的一个爱的回应 也让这个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 在敬拜当中 我真的有一个感动 就是在这一年 当我们置身荣耀里 我们的敬拜会不一样 我们的祷告的深度也会不一样 让我们借着回想 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我们 成为一位真正 懂得敬拜天父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什么我向你献上感谢 主我感谢你 主很多的时候我们置身在那个荣耀里面 我们却没有办法察觉 原因是因为我们仍然抓住的是我们自义的荣耀 主我求你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从自己的自以为义的荣耀当中 完全的完完全全的下来 就因为我们的自义没有什么可夸的 因为自义只会让我们从一个错误的眼光 看我们自己 让我们活在自傲的里面 自义也会让我们错误的去看待他人 总觉得 我们可以去数落 藐视 轻看他人 主自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在爱中和异 并且主我们要的是你的义 是基督的义 是神的义 我们都不配 但是主耶稣基督 却用他自己的生命 线上作为挽回祭 让我们借着 让我们因着相信耶稣 可以与父神和好 拥有神的义 父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荣耀 当我们活在这个荣耀的里面 我们一定会爱多 我们会爱神更多 我们也会彼此相爱更多 父神把这样一个启示 来临的教会 进到更深的里面 主我也特别祷告 让因着我们爱多 让今年农历年在每一个家中 让家庭里面的爱 也感到更多 谢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基督的圣灵 Amen Amen 她的圣洁如此美丽 超越真光的旋律 她的心事奇妙坚定 从更固执到永远 他大难抱做的容泪 唯有他成全到永远 何的荣耀 为他至高深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的神君王 掌管陌生你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耶稣基督 无罪高养 神明公义的奥秘 众生图天使都悬崖 数数他和大伏陪的 他大难抱做的容泪 唯有他掌权到永远 何的荣耀 何的荣耀 为他至高深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德神君王 将换陌生 将换陌生命 何的荣耀 是我神陌生 是我神陌生 大君王 大君王 未言的荣眉 我主张 却迟到永远 祝天万物 歌唱赞美 何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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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君王 未言的荣耀 我主张 全知到永远 祝天万物 歌唱赞美 何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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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之高深 何德荣耀 是我神 我神的神 君我 掌握我生命 何德荣耀 是我神 我神 何德荣耀 伟大之高深 何德荣耀 是我神 我神 祝你是大神 掌握我生命 何德荣耀 是我神 我神 是我神 我神 是我神 我神 你是我的神 我神 我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